一飞群青天下 作者程九 播讲糖醋马蹄酥 第九十五章 从容最适合王爷的人 果然 林相赞完萧天药后 立刻画风一转 王妃娘娘 臣这段时间 必要日夜查办此案 恐顾不到家里所事 你妹妹一直缠绵病态 你母亲分身乏术 老臣厚颜求王妃娘娘 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以免家中之事 无人打理 为了天下大事 顾不上家中所事 提议留下林初九 这并没有什么错 可是 相爷 此事恐怕不妥 不需要林初九拒绝 苏茶便上前替林初九回话了 萧王妃只有一个女主人 别说王妃重视需要王妃调度 就是王爷也离不开王妃 王爷 咳咳 见苏茶越说越过 林初九忙出声打断 父亲 别听苏公子胡说 王妃的事女儿可以交给管家 女儿有空 听到林初九这话 林相眼里精光闪烁 可不等他高兴 就听到林初九又说道 只是 林初九一脸为难 只是 父亲你也知道 女儿身子不好 王爷一向不让我劳累 女儿担心自己不仅帮不了父亲 反倒要给家里添麻烦 只要有用 同样的理由用两遍和三遍 又有什么关系呢 苏茶很有眼色 事实补到 相爷 王妃娘娘的身子 你最清楚 这段时间 墨神医一直在给王妃调理 出来前 墨神医还提醒我们 让我们一定要准时把王妃带回去 王妃下午还要泡药浴 相爷 你不会妨碍王妃娘娘调理身体吧 当然 不会 林相回答得很艰难 暗恨自己居然忘了这一出 苏茶也是一个撒谎不脸红的主 一脸坦然地将萧天耀每天的任务灌到林初九头上 刘白嘴角微抽 本以为苏茶已经够无耻了 没想到还有更无耻的 林初九瞪了苏茶一眼 无视林相的黑脸 说道 不许胡说 我父亲怎么可能会妨碍我调理身体 不让我回去继续接受墨神医的医治 一脸捅了两把刀 林相没有翻脸 已是气度好了 好 很好 林相似气急 可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一丝一样 端得是儒雅温和 双手作衣 朝林初九扣手道 王妃娘娘身子金鬼 娘娘还是早些回去 免得累坏身子 林相这话明显是赌气 他等着林初九出招 可不想 林初九却像是没有听懂一般 虚浮一把 顺着话道 我知道父亲关心我的身体 那我就不留下来给父亲添乱了 父亲 我先走了 林初九给苏茶和刘白 使了个眼色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林相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三人的背影 完全找不到话说 这完全不按节奏走 这还不算 林初九走下台阶 还停下来回头对林相道 父亲不要送了 也不要担心我 国家大事要紧 看热闹的众人集体失语 王妃娘娘 你哪只眼睛看到林相要送你了 王妃娘娘 你哪只眼睛看到林相担心你了 王妃娘娘 这样自欺欺人要不得呀 苏茶和刘白 嘴角抽搐的厉害 好半天才平息下来 而林初九 像是不知自己那句话 有多大的效果一般 淡定地扭头离去 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 头上插满朱钗 却没有发出一丝响动 让极少见到名门贵女的寒门学子 和普通老百姓 狠狠地震惊了一把 甚至有几个小娘子 悄悄地学着林初九的步伐 林初九一路进退有度 从容不迫 苏茶和刘白 以为林初九这人 是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之辈 可不想一出林府的范围 就听到林初九急切地道 刘白公子你快一点 回去晚了王爷会不高兴的 还有一刻钟 就是要给萧天耀按揉的时间 林初九可不敢耽搁 啊 林初九把侍卫留在林府 回去的时候 就是刘白为他赶车 刘白以为自己听错了 王问了一句 王妃娘娘 你说什么 林初九再次催促 我让你快点 回去晚了王爷会不高兴 我就惨了 这段时间与萧天耀日夜相对 林初九很清楚 萧天耀是一个有强烈掌控欲的男人 他不会喜欢有人与事情脱离他的掌控 你会怕王爷 我以为你谁都不怕 许是林初九这话说得太不符合他的身份 刘白说话也就随意了一些 苏茶点头表示赞同 林初九敢对上林相和皇上 会怕王爷 你们不怕吗 林初九没有多说 就这么一句 便堵住了刘白和苏茶的嘴 怕 当然怕 在东文 没有几个不怕战神萧天耀的 他的名字可是有止哭的功能 民间传说 小孩提哭 只要说你再哭 战神王爷就要来抓你 立马就不敢再哭闹 刘白贫归贫 可到底不敢耽误萧天耀的正事 忙加快速度 送林初九回去 凭借高超的技巧 一路畅通无阻 顺利抵达萧王府 可就是这样 也堪堪在时间范围内 将林初九送到萧王府 而林初九还要去锦天院 该死 那对讨人厌的妇女 肯定要借机生事了 林初九跳下马车 招呼也不打一声 提起裙白就朝锦天院跑去 头上的朱差撞击激烈 啪啪作响 哪里还有一丝雍容华贵 苏茶站在原地 直接傻眼了 这就是刚刚在相府门口 傲视群雄的王妃娘娘 说好的高贵端庄呢 苏茶突然觉得 萧天要好可怜 娶个这么能装的王妃 真的好吗 刘白原本因林初九那句 讨人厌的妇女而不高兴 可看到林初九急急忙忙的样子 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平心而乱 王妃娘娘这人不错 而且很有意思 鲜活生动 进退有度 不仅能成为天要的弦内助 还能给天要带来快乐 然而是刘白再喜欢莫玉儿 也不得不说 和莫玉儿相比 林初九更适合天要 你才知道 苏茶白了刘白一眼 见刘白转身要走 忙拉住他 走 我们也去看看 王爷不高兴王妃有多惨 这是借口 苏茶真正要让刘白看的 是莫玉儿有多么讨人厌 他相信林初九不会夸大其词 刘白心里明白 理智告诉他不能去 可双脚却不受控制地随着苏茶 朝锦天苑走去 不留色的阴雨 满天虚蜜蜂归 就散两次最心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